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发及人赔支出金额在35%限度内可以抵减营锁税外再增加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说不申请研发以及人赔投资抵减的公司 它的营锁税率可以降到16.5%或17.5% 结果有75.5%的这个支持度认为说他们选择单一税率 那么在这里本席所要提出来的就是说 我们经过民间的一个查访 其实过去的促产条例也有投资抵减 但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看得到 吃不到 我有一位朋友他当会计师经常接受这样的个案 那么到国税局 国税局不采认你的投资抵减的部分 因为他的认定权都在财政部国税局 也不是在经济部工业局 虽然经济部工业局给他这么多的优惠 但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去取得投资抵减这个优惠 所以他们说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么每一次去提起诉讼的话 总是输 这个朋友告诉我 光是台中高院提出了80个个案 他们只赢了两个个案 全国数百个个案 大概赢的没有几家 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 即使现在国民党版第九章 租税优惠提出这样的一个抵减 他们仍然是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我们民进党为什么要提出来说 你就用当一税率降到17.5 这样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才有竞争力 因为新加坡现在他的税率只有17% 而这个香港的设立是16.5 如果让他们有更强的竞争力 那么他们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呢 我们民进党也提出签列第三章 产业福祉专章 当中国提出的早收清单 就是台湾受害的产业清单 如果这个我们不重视的话 我们台湾的产业受害劳工就没有工作 这样的话台湾生活会很苦 所以我们应该 我们提出签列第三章 产业福祉专章 三年一千亿 来协助艰困产业 传统产业 来协助艰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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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方的产业福祉专章 专专业楚艰团